夏天就是一定有白色的啊 这一件里面是有罩杯的 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 连起来的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总之夏天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件 然后又可以当泳衣又可以当外出衣 这我觉得夏天很必备的帽子 后面松紧带 调整长度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这边还有纸滑的 草帽非常的好看 简便又方便携带 红色就是很美 很显眼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个带子它很松 然后它无法调 会有一个幅度 它有一个空空在这边 就如果你是胸围比较小 或者是 就是这边肉 这边肉比较少的 可能就是这件 会无法撑起来 这件 虽然它真的很美 这带子也可以绑上来 绑在这边的 它也是自己绑带的 后面是这种感觉 这个地方有个厚度 一公分到两公分之间的感觉 好 这个是Bikini 没错 但是它并不是只有这样子 它还有另外一件 我先讲这个里面 里面上面够紧 它来的时候并没有附肩带 它如果有附肩带的话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垫子是本来就有的 稍稍有厚度感 这个是有钢圈的 所以如果平常当平沟抹胸 或者是平沟内衣的感觉 穿起来效果还不错 这个就是一套的 搭个比较中高腰的下半身 那就可以出门的 很美的类似 这就是一件很鲜的玩水泳装 无论平常用或者去游泳穿都OK 线条视觉的泳装 后面照起来视觉效果是还蛮好的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压到的感觉 小小的可惜 这个也是有钢圈的泳装厚度 差不多一公分的那种感觉 但是没办法另外塞 如果说想要垫的人就是直接放这 肩带可调 基本上这件穿起来是真的 整个还蛮修身的感觉 这种挖孔 会让你的样子看起来 好像更明显的感觉 好 这套造型很特别 也还蛮可爱的 如果你不要穿这一个 把它放到旁边 是OK的啦 垫子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太明显了 囤的地方包覆也是很好 有一个比较厚的垫子 这么厚 这一段有钢圈 这设计就是稍微有点那种皱褶感的 旁边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个肩带是可以调的 这件下胸围对我来讲太大 除非你下胸围稍微比较大一点 不然它就是整个会跑起来的那种感觉 这个上下颜色不同 也是会很想要选择的泳装之一 然后我喜欢这个 它不用自己绑 它就是另外一个袋子 你可以拆掉 也可以移动它 所以就是活动式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碎花很漂亮 我蛮喜欢的 我笑的比较小 但是这件是OK的 松紧度也是OK 就是一件还蛮可爱 也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它配色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是咖啡 这个蝴蝶结我觉得蛮可爱的 这个垫子它是薄的 就让胸部型好看的感觉而已 看似保守但是有很大胆的一件 贴身的长袖用装 但是它前面开得非常大 还有一个饰品 绑带反过来 让这绑带下面也是可以的 它附的那个垫子在这边 没有放的话 的确是会看到点点喔 比想的还要性感的一件泳装 后面这个臀部是包覆的 上面也是包比较高的 然后长袖的连身泳装 它就是另外一副给你 看你要不要用 如果你是没有安全感 垫着也没安全感 就是可能里面之间穿个 可以下水的胸罩 看个人 很好 又是一件拍照比基尼 非常漂亮的蕾丝在上面 当然这里是可以玩水的啦 就不适合卖力的游泳 Gay by的泳装 现在一定要有啊 现在是有穿new bra的状态 下胸围小的人是ok的 有附那个垫子 只要这个地方 会稍微有一点点这样跑起来 如果不想要这样 那就把垫子拿掉 穿了泳装用new bra 这件蕾丝它就是比较硬挺 里面 如果说你想要在里面放垫子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就是比如说把它减小一点 穿的时候就不会这样有点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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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蕾丝起来之后 一直这样 还是稍有腹肉 就是会稍微贴很正常 容易也是一样好不好 好